跟点他 这里目前 他有可能 有可能 目前好像又正常 就是说 如果你group name 没有设定的话 他会变成 两个都可以选取 必须把 把这个group name 改成一样 因为这一体应该 我之前遇过类似的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遇到说 奇怪怎么变多选 你就记得把那个group name 这边改成a 这边也把它改成a 也就是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group里面 这样子的话呢 才可以避免 就是说 你选的奇怪 两个都可以选的问题发生 就是在group name的部分 记得这边有个属性 叫group name 把这个group name加一下 那把两个设成同样一个group名称就可以了 我这边用a OK 再来就是执行 把它点两下 当点它的时候呢 那就是会触发一个click事件 click事件 当它被点击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 这个阵列 一样 然后for 就是由大到小排 由大到小排列 那op 2的话呢 一样 由小到大 那做完毕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我把它改成 用这个 来启动 由小到大 点击 那它一定会只能选一个 而且 不用确定 当你点击 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触发这个事件 就直接可以 去修改 那你有第3第4第5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单选的话 记得用这个 option 如果多选的话 就用trapbox 这里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可以再插入一个新的 这个表单 试试看 那么